主任狀況還好嗎 才剛到國會辦公室沒多久 就被調查官戴出來 戴著帽子申請相當凝重 他是高宏安立法院辦公室主任 陳煥宇 全程低著頭 附伐異議 以罰動搜索就是兩個小時起跳 檢調單位抱著盒子 裡頭裝的疑似就是高宏安 涉嫌架領助理被案的關鍵證據 調查人員搜索立法院 全穿便服特別低調 但除了搜索更展開約談 新竹市長當選人高宏安 上午十點多一下車 快步進到調查局裡頭 一小時之後 他的男友李中庭也抵達北基站 兩人雙雙遭到約談 舒嬅一早遭到檢調單位 兵分八路搜索展開約談 包括高宏安本人 辦公室主任陳煥宇 前助理李中庭 以及有台大十三妹支撐的助理王玉文 四個人統統被列為貪污被告 本人在立法院所聘用的助理 所有的一切都是合乎立法院的法規 所以在這個部分的話 完全是合法合規的 過去不斷含冤駁斥 因為先前涉嫌诈領助理費一案 首度遭到約談 上個月中吹哨者提供連續十一個月 總共十三頁的薪資內障明細 並指控助理費低薪高報 幾個月以來 詐領超過六十萬元 北檢發出聲明表示 搜索前都有通知機關長官 高宏安的準市長還沒上任 就先遭到約談搜索 恐怕面對市政前 得先面對司法調查 華視新聞 中海兩王晨一李其林黃佩華 SNG小組 新北報導